我们之前谈到草莓上防止碳菊病比较好的一些配方 我给咱们朋友们列举了 笔座米菌纸和本米甲烷座复配的 或者说是符莓霜和米歇安复配的这样的一些类型 那么很多农户在使用本米甲烷座和笔座米菌纸 这个配方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这期我们就是聊一聊 在使用这个配方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方面 咱们农户为了省工省食省力 一般在喷洒这个杀菌剂的时候 都会习惯性的去加入一些杀虫剂 那么杀虫剂很多它属于是一些乳油型的 所以这个药和乳油第一个它就不能复配 一定要记住这一块 第二块有些农户为了增加一个效果都喜欢的 加入一些这个橙皮精油或者说是有机硅 本身是为了增加它的一个渗透性 提高一个效果 实际上的事与愿违 反而容易出现一个要害 为什么这样说呢 凡是这个您使用笔作迷菌脂或者是迷菌脂的或者说是这个肤菌鲜肝类的啊就这样的一些类型的本身它就具有这个渗透性啊就不建议的咱们朋友们再去加入这个有机硅或者说是橙皮精油了啊这是第二个方面 嗯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笔作迷菌脂啊实际上你使用个两三次你稍微交替的换一换配方 那么从转色这个时候呢我就不建议咱们朋友们再去用这个东西了啊 嗯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呢具有一个反轻的一个功能或者说是延长采收期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第四大块呢就是说笔作迷菌脂啊和这个本蜜讲完作一般呢我建议咱们朋友们呢就是说你在作物上啊这个量它的一个使用不超过时刻的一个量啊 尤其是在负费的时候一般呢我都会习惯性的去减量使用如果超量很容易出现一些啊这个要害 没有一个厉害啊 这个要求~)事情呢比如咱们不偶心要不挑我的 Kristen